多問美股,因為暫時會看淡,只是長線才好 需要趁這一輪美股反彈再減瘡嗎? 還是反而不用看,這麼淡? 坦白說,如果會減瘡的人,早就應該減了 有些觀眾都會問,已經減到所欲無幾 還有一些核心持瘡,究竟還要減掉? 已經去到很害怕的情況 我想看個別股份情況,但如果想問都可以留言 可以看看哪一種情況,但整體上來說 我會覺得,因為有些人喜歡留下貨底 留下核心持瘡,我就看情況 今次是沒有的,也是因為情況比較惡劣 但真的應該,如果一些重要關口 要穿一些減時訊號,或者沽出訊號 其實應該大部份都出了很久 如果你說美股這樣下跌,今年標指都跌成兩成 所以你的股份應該很多就不止的 你提到比較大,那就是歐洲 其實歐洲的環境應該比美國更加差 ASML這些都跌了一半 不只是中概股才會有這麼恐怖 美股或歐洲股市都會有這種情況 這個情況可能更晚 如果美股真的想長線收集,現在可不可以入手呢? 還是應該要看什麼訊號去入市比較好呢? 它自己就說,想買長線的話 太陽能、Tesla這些可不可以 還是買Apple、Microsoft這類好一點呢? 如果你這樣計算,其實你說的這些都是很值得去收集的 或者有些人會去做標指的ETF 標指的ETF,如果你說有沒有機會呢? 都是好像剛才看兩個,假設是BOO 兩個前頂,就是362.84 6月尾的高位,和6月頭的高位 就是380、370、4月尾的高位 你如果真的想去博 起碼分注入,然後每個突破就去加注 但是整體上都很明顯 你說走勢很明顯就還沒有轉好 我想暫時屋都還沒有住 又是,如果你說長線更加不用急 你長線就更加不會看著 明天升了,沒有買到 因為不會一下子爆上去 其實如果真的見底的話 所以更加是可以耐心等待和觀察機會 例如你說買些什麼 其實剛才你說的幾樣都挺值得拿的 甚至如果太陽能,EMPH還是偏弱 相對起其他股份是偏弱的 因為現在始終能源都是一個 就是大家很投資市場關注的辦法 尤其是可能前陣子去到因為通脹 去到加上俄烏的情況 是需要去找其他的 就是要去找傳統資源以外的一些替代 變成現在很多國家都特別著力就是太陽能 因為如果你說對比風電 即叫做Green Energy裡面 太陽能是發生得比較成熟的 所以應該都會是一個重點 還有核能 核能就沒有什麼很大的標的 之前有炒過一輪Uranium 但是比較小那些 都是比較會短線動態 所以譬如EMPH這些 如果你說要去選擇的話 其實它還可以的 如果你看到中長線 其實它站穩5月底都可以的 這些就是相對比較可以拿的 如果你要買突破買入訊號 也有的 即6月27號的高位 210個日 其他呢 但它也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繼續殺股值來說 這些都是高股值的股份 所以它也有一起收押 即是沒有說爆上去 就算在整個軟危機裡面 它就沒有那麼爆上去 反而傳統資源 因為那些PE沒有那麼高 那時候就爆得厲害 但它沒有爆上去 所以也沒有跌下來 其實就是沒有怎麼動過 如果你用一個比較長的角度 至於其他Tesla Apple Microsoft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好值得吸納的 如果有些人是會有流播底的話 就是你預期有些調整 這些都是你要選一些東西留 真的要留的話 這些會是比較值得留一點的 但當然了 又是整個down trend完成了 都還沒有轉好 還有都是在一個 雖然現在有些說法 說著美股會不會去到 加息加到經濟很衰退 那很衰退又要減複 那會不會轉回沒事呢 有些這樣的說法出來 但現在始終我們還是有加息周期的 還有究竟資金會不會炒到去那裡 又炒到房數 因為有時短線上 那個股票市場和實體的經濟 可以未必是很直接 長線會是 其實短線未必 有時會走快些 但究竟有沒有這樣走呢 那三次就未見到的 又未有去到這樣炒發著的 所以都是可以等 慢慢等機會的 甚至你沒有買 其實更加好像剛才說的 Tesla或者ASML這些 好多都是 其實就算這麼大型的科技股 它都可以由高位跌到一半 所以你未買 或者你已經剩下很多貨 你還準備之後買 其實就更加是好的了 那等於是 你可能短一點就廣估一些巴巴 之前300元 現在100元 即是你同樣的錢 你可以買多了 買多三倍 那等於你現在 即是你同樣的錢 你可以買多一倍 如果你跌了一半的話 那所以是 可以等待的機會 那有些人 譬如如果你說真的有些 我很少做月工的 NPF已經被迫了這個 其實雖然我金額不大 NPF始終到 就叫做那裡有些少 那我就不會說太快 去馬上入場 寧願等整個轉勢 是真的明顯一些 那就可以了 乾杯